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Level New Level New的股呢 在马来西亚也是蛮出名的啊 出名在PE很高 股价呢也是跟着上 对我来说 PE是50多是蛮高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技术分析 可以看到很清楚 他 这个股价已经形成很多的这个套牢 这些人全部在亏钱在亏钱呀 你可以看到他这边他上次这边 呃 在这里飙上去的时候啊 很多人呢就买在顶部这边看到吗 就是这一批人 呀所以真的是不要随便去追高 呀你看追高就中高就中超 呀中中套中肯 他 出现这一个这样的这个K线之后呢 就一直往下掉 跌破60天 跌破20天 现在还是跌破这个筹码风 呀真的是有点 呃真的是很惨啊 成交量也是越来越低 基本上现在呢都是呃等纸电 我们就要看一下他这个红色的蜡烛 其实会出现一个青色蜡烛 呀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出现 据说我们才是在等纸电 罢了呀 这个 看下他这个底部 会不会守住吧 呀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 无论如何呢都不要轻易的去 去介入 暂时忘记他吧 暂时忘记他呀 基本面来说 PE很高 呃其实图也不漂亮 暂时忘记他吧 OK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